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 这个教会 保罗跟这个教会一同经历患难 一同建立教会 所以他跟这里的弟兄姊妹 有非常深厚的情谊 所以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 我们一打开看 你就看到他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友情 不像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教会让保罗非常的头痛 我们在腓立比教会里面 我们看不到 让保罗这么样伤心的事 但是腓立比教会 是不是一个 没有问题的教会 看起来可能不是 最有名的就是在第四章 有两个姊妹彼此不合 保罗要劝他们要和好 劝教会弟兄姊妹要帮助他们和好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问题 他们有可能有同工之间不能同心的问题 好像也有人在结党 好像有人在贪腐虚浮的荣耀 有一些人单顾自己的事 不顾别人的事 好像还有犬类 保罗有时候讲话蛮狠 说这些狗在这里散播异端 望智行歌 要人靠着肉体夸耀 所以这个保罗深爱的教会 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 并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 所以保罗仍然对着他们有很多的劝勉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很多很熟悉的 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应当一无挂虑 要常常喜乐 都是从菲利比书出来 所以菲利比书里面 这个教会并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 所以保罗仍然对着他们有许多的劝勉 而这些劝勉的总纲 就在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 也就是一章的二十七到三十节 在这个里面我们看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一开始的两个字叫做只要 只要这个字固然可以这样子翻 但是它的那个强度没有翻出来 如果要更好的翻译的话 应当翻做那更重要的事 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在劝勉弟兄姊妹之前 他说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或是那最重要的事 是什么呢 是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 行事为人这个字 保罗在其他的地方 行事为人这个字是用另外一个字 在这个地方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 在整个保罗书信里面只出现两次 那个字的意思叫做做公民 也就是劝勉这一群的弟兄姊妹 要做天上的公民 因为马其顿这里的人 腓立比这里的人 他一生下来就是罗马的公民 所以保罗劝勉他们 你们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不固然非常的骄傲 但是不要忘了 你们有一个更值的骄傲的身份 是做天上的公民 所以你们的行事为人 你做一个天上的公民 你在地上的生活就更当与福音相称 不是仅仅单单是律法的要求 不仅仅是道德的要求 而是照着神的心意而行 照着神的律法而行 这个是保罗来劝勉他们 但是做天上的公民 是不是只有这些呢 不是 保罗在这里讲做天上的公民 有一个更积极的意义 是在他下面讲的 我们看到二十七节 这边有一个差距 叫我或来见你们 或不在你们那里 可以听见你的景况 这是一个差距 我们暂时把它跳过去 做天上的公民 有一个积极的目的 积极的意义在后面这里 同有一个心志 站立得稳 为所信的福音 齐心努力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这是做天上公民的 更积极的意义 是同有一个心志 站立得稳 为所信的福音 齐心努力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也就是说你做天上的公民 不仅仅是在地上做一个好人 不仅仅是在地上做一个好公民 而是有更积极的意义 你要为这个福音而征战 为这个福音而活 这是做天上公民的更积极的意义 然而 在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叫做同一个心志 兄姊妹 你们觉得同一个心志好不好 当我把这个题目给教会同工的时候 教会同工打电话来 他说王老师 你那个同一个心志后面有个问号 那个问号是真的有吗 我说有 为什么 同一个心志好吗 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看到很多事情 是在同一个心志底下做出来的 比如说十字军东征 教皇一声令下 大家同一心志去把圣地拿回来 我们知道十字军东征有多少黑暗的历史 二次大战的时候 二次大战的时候 纳粹德国 德国的天主教会 与大部分的国家教会都支持希特勒 同一个心志的支持他 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派别叫做重洗派 重洗派还认为说我小时候 我不晓得这个信仰怎么回事 就受了洗 所以我长大以后 我要重新选择一次 表明我的信仰之后 我再受洗一次 大家觉得怎么样 听起来好像也蛮合理的 对不对 但是就有另外一派还认为说 你们这样做是错的 你们这样做是异端 怎么可以再洗一次 所以他们同一的心志 把这些人捆绑起来丢到河里 你要洗我就让你洗个垢 这都是在同一个心志底下 的这一群人所做的事情 同一个心志好不好 当然很好 但是在原文里面 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灵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灵里 站立得稳 学者们就在讨论这是什么灵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这边应该翻座的是圣灵 也就是在同一个圣灵里面 站立得稳 在同一个圣灵里面 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在同一个圣灵里面 不怕敌人的惊吓 圣灵 才是我们寻求合一的基础 不是吗 而不是人的想法 人的心志 人的心志会出错 如果人的心志出错 又有好多的人跟随他 能想象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教会的历史上告诉我们 有许多黑暗的事就此发生 同一个心志下面一句话叫做 战立得稳 我投影片出来了吗 战立得稳 这一个字 在原文里面的意思 有军事上的意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 罗马时代那种电影 古时候的打仗 不是像我们现在 冲锋陷阵 罗马人打仗 他们是有阵型的 他们最有名的阵型 叫做龟甲阵 什么叫龟甲阵 这个头影片不是很清楚吗 就是所有人聚在一起 拿起盾牌 前面的拿盾牌挡住 中间的拿盾牌挡上面 旁边的拿盾牌挡旁边 然后一起前进 挡下敌人的攻击 然后趁机攻击敌人 这叫龟甲阵 罗马人靠着龟甲阵 所向披靡建立了罗马帝国 但是这个阵可以成行 必须要有同一个心志 也就是大家必须愿意站在一起 愿意彼此扶持 愿意后面的人支持前面的人 愿意前面的人 为后面的人来抵挡 若是这个阵型 有人退却 阵型就会被攻破 这个阵型有没有缺点 当然有缺点 不然我们到今天就会用 对不对 这个阵型的缺点就是 各位就用什么 你觉得谁最容易受到伤害 在这个阵型里面 最容易受到伤害 就是站在最前面的那几个人 因为他们受到的保护最少 受到的攻击最多 那些领头的是最容易被伤害 最容易被攻击 所以这个阵型不是没有缺点 以至于到了第四世纪之后 慢慢的这个阵型的缺点被人家看出来 我们来想象一个画面 在这个龟甲镇里面 最前面的几个人 起了争执 其中一个人说 这位将军 我看你身上配的这个宝剑 怎么越看越眼熟啊 好像不是你的 这个将军说 宝剑是国家的 每个人都可以用 我拿来用一用有什么关系 这个人就觉得不对啊 我们不能有这种事啊 不是吗 所以他就告诉了他这个 这个阵型里面的其他干部说 哎呦 你们觉得这样子对吗 但是因为这些干部 平常都跟那个将军在一起 深受这个将军的照顾与恩惠 这个将军也平时打仗 就身先自主站在第一线 所以他们也认为说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人就更生气 就写信给全营的士兵 说我们的军队里面 竟然将军的配件不是他的 干部们更生气 就写信给全营的士兵说 这是假的 把它当垃圾邮件 控告人更生气 你说我是垃圾邮件 你们是垃圾人 以上情节 存取虚构 如有巧合 如有雷同 存属巧合 你们想像在作战的时候 最前面的这些人 彼此的争执 彼此的争斗 不能解决 以至于前面 开了一个缺口 请问这个缺口打开的时候 谁最高兴 当然敌人最高兴 敌人一看到缺口 马上一涌而进 将后面根本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的士兵 屠杀伤害 全体的人一起受害 一起受苦 弟兄姊妹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个人的浅见 两个原因 第一个 他们有没有去问问这个皇帝 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 第二个 我觉得可能是 他们不愿意 或是没有 站在对方的立场 来看这件事情 弟兄姊妹 我们很喜欢讲十字架 对不对 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 十字架是我们的记号 但是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 很多人说我看到恩典 对 十字架是恩典的记号 若不是耶稣基督在上面舍命 我们今天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的人 但是十字架只是恩典的记号吗 在十字架上更是公义的记号 神借着十字架审判罪人 审判世界审判仇敌 神没有说我很同情这些罪人 所以算了算了没关系 这些罪就算了 有没有 没有 神为了我们的罪 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十字架既是恩典的记号 也是公义的记号 恶者缺一不可 当我们今天在争执的时候 有些人看到公义的一面 有些人看到恩典的一面 难道你看不到你的弟兄 他对着公义的坚持吗 难道你眼睛看不到你的弟兄 对着恩典的坚持 一定要非恩典不可 一定要非公义不可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 不是同时看到神的公义与恩典吗 弟兄姊妹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 虽然纯属虚构 但是大概很多人知道我在讲什么 有些人说 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不能够审判别人 这句话我同意一半 我觉得教会有事情的时候 有人应当凭着公义与恩典 去断这件事情的是非 而把审判人内心的事交给上帝 因为这是神托付给教会的不是吗 在哥林多前书那边六章不就说 你们为什么告在外人的面前 你们有相争的事情不能解决吗 难道你们中间没个智慧人可以解决吗 教会能够断事 但是我们不能断它 我举个例子 我弟弟有一次因为某个原因 他奉献了一笔比较大的金额 给他的教会 大概下个礼拜周报出来的时候 他发现他那一笔大的金额 没有被勘载在教会的周报里面 他就去问教会怎么一回事 教会那开始查 就发现这笔奉献被收奉献的弟兄拿走 我请问教会要不要查这个事 当然要啊不是吗 偷窃就是错的不是吗 我们可不可以说因为我们都罪人 所以我们不管 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我们要明明白白指出来这是错的 但是这个弟兄为什么一时软弱拿了这个钱 那只有上帝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说你做错了这件事 至于你为什么这样做 你心里的动机我们交托给谁 我们没有办法审断 但是你做的是错的 教会今天出了一些事情 我希望我们的执事会 赶快地处理 赶快地解决 尽快地把真相让我们知道 不然我们全部的人都在受苦 我知道执事会很苦 有一些执事来跟我讲 因为我当过执事我知道 这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 这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 我觉得控诉的地方也好苦 因为他们觉得 为什么我们教会会出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更苦的是 那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弟兄姊妹 他们犹豫 他们彷徨 他们不知道要站在哪一边 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这一阵子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找我 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还记得我刚才前面讲那个正的故事吗 当前面正行破口 敌人冲进来 最可怜的就是在后面的人 他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仇敌冲进来 突入伤害 然后为什么受这个苦呢 有些弟兄姊妹说 我来教会是要平安喜乐 我怎么去遇到这样的事情 要受这种苦干什么 我走就好了 我换个教会聚会 有平安喜乐就好了 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想 那好可惜啊 为什么好可惜 我们看保罗怎么说好不好 我们看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 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在保罗的观念里面 在保罗的神学里面 信基督为基督而活固然是恩典 但是为了基督 为了他的教会来受苦 这更是恩典 所以我恳求弟兄姊妹 不要轻易的离开 固然我们在苦的里面 固然这个苦很苦 有的时候这个苦是从外面来的 有的时候这个苦是从我们里面来的 有的时候这个从里面来的苦更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明明白白的知道 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 你旁边那个弟兄的弱点是什么 有时候家里的人骂人起来更狠 对不对 更伤害我们 对不对 但是弟兄姊妹 这是神向我们施恩的智慧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求过神 让我有更多的爱心 让我更加的谦卑 让我更加的有智慧 有没有 如果你有 这不就是最好的机会 你求爱心 上帝就放个不可爱的人在你旁边 你求智慧就给你个大难题 你求谦卑就给你个超级骄傲的人在你旁边 这是神让我蒙恩的大好机会 我在教会四十多年 你不要看我看起来年轻 我六岁信主 我现在快五十 四十多年合理 教会里面这样的事情 我看过很多次 有的时候有道理 有的时候一点道理都没有 有的时候传道人有错 有的时候传道人一点错都没有 牧师离开 传道人离开 很多人跟着离开 教会分裂 这件事情我看了好多次 只是没有想到 在这边又要看到一次 我看了这么多次 我发现 这样的教会 最后可不可以重新再站起来 可不可以重新复合再有力量的 站立得稳 为复兴提心努力 凡事不怕 敌人的惊吓的关键 在于我们当中 在于这些教会的当中 有没有人愿意起来 做那死人和睦的人 耶稣说 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 上帝的儿子 在我小的时候 教会出了一件事情 眼看教会就要分裂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有一位老姊妹 身体非常的不好 平常在教会 也没有什么声音 她的意见也没有什么人听 这样一位老姊妹 在这个时候 选择做一件事情 拿着一张椅子 搬到讲台之上 坐在上面 三天三夜进食祷告 把这个教会挽回 弟兄姊妹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的 不是更多的谩骂 更多的标签 我们这个时候 是需要有一群人 愿意起来 做那死人和睦的和平之子 本来我今天要唱一首诗歌 大概我给教会太慢了 所以他没有印出来让大家唱 这首诗歌就是法兰西斯的祷告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我们看一下歌词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在憎恨之处 拨下你的爱 在伤痕之处 拨下你宽恕 在怀疑之处 拨下信心 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教会出了事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憎恨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伤痕 我们现在是不是 在信心的危机里面有怀疑 我们看下一页 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 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了解 但求了解人 少求爱 但求全心付出爱 我们再看下一页 使我做你和平之子 在绝望之处 拨下你盼望 在幽暗之处 拨下你光明 在忧愁之处 拨下还原 弟兄姊妹 我们的教会 遇到了大麻烦 遇到了大问题 我们不能说眼睛没看到 假装没看到 我们要起来 我在这里 诚心的邀请 弟兄姊妹起来 我们一起 来做这个和平之子 在这个被伤害 怀疑 忧愁的地方 把基督的爱 把基督的信心 把基督的盼望 重新的灑在这个教会里面 你愿意吗 如果你愿意 其实很简单 你就可以做一件事 在这一阵子里面 不要再彼此的攻击 不要再给彼此贴标签 也不要在脸书上 再贴来贴去 两边的我都看得到 很多外邦人 也都看得到 和平之子 就从我们的嘴 就从我们的手 开始 我相信 越多的人 愿意来做和平之子 越多的人愿意 做那死人和睦的人 我们教会就越快的 可以从这些伤痕 这些伤害中 恢复起来 再继续在东海大学 这个地方 在台中这个地方 为神来做见证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教会 这是一个有历史的教会 这个是在台中 在全国都知名的教会 让我们重新的复合 重新的站起来 为神做荣耀的见证 好吗 我们一起祷告 祝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地方 为了民舍利利的教会 这么多年来 主 你在这里向着好多的人 不论是老师 不论是学生 不论是校外的人 你向着我们施恩典 在我们在忧愁的时候 在我们被攻击的时候 在我们忧心上志的时候 主你借着这个教会 扶持了我们 你借着这个教会 将你的生命 将你的真理 将你的真理 传给我们 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 我们的教会 有了大麻烦 所以主 我们今天 诚心的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相信 你仍然爱我们 你仍然爱这个教会 求你继续的保守引领 也求你赐下教会 与我们的指示 我们赶快走出这样子的阴暗 赶快走出这样子的伤害 让我们的教会 重新的为你赞助 做你荣耀的身体 在这世上做光做眼 使人归向你 保守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回应上帝的话 请起立唱诗 请翻开普天颂战 第315首主名奋起歌 315首主名奋起歌 315首主手 115首者 215首都 115首尽 115首 115首 10首 911首 115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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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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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报告 奉献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真的要将最好的全献给你 是你创造我们爱我们 使我们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谷辛久的人 所以我们来到你面前 学习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你 也将我们所得的一部分奉献出来 求你悦纳 使用在你的圣功之上 赐我们智慧 将你那加美的福音传至地极 愿你的百姓都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我们也在尝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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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上帝祝福每一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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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